天气呼冷呼热,搞得人肚子稀里哗啦,好不烦躁,左右今天不那么闹腾了,坐下来打开电脑,看这个网,那个网,一如这样的热闹非凡,口水战打得飞起, 真有点东风吹,战乎雷的味道,哈哈,那我就一来闲扯一些,但正多我一个不多,少我一个不少,看好多人扯经济,扯国家,今天为敌,本人凭您一个,不懂得这些,那就扯些自己能懂的,什么事情,一到国家层面就复杂了,牵扯的东西太多,带节奏的也太多,一弄就搞得头与脑胀,我们能不能简单些, 从一个公司的角度,看看它是如何运作的,有人说了,公司有啥好说的,左右不就那么回事吗,好像是的,所有的公司都差不多,或者说所有还活着的公司都差不多,早就形成了一套大家基本认可的运作模式,运作不合理的早就死光了, 那我们来看看这个模式,好不好 好,如下,一,公司草创,老板几乎个人分都把拳打脚踢,四斥出一片空间,为自己,为未来打下基础,二,公司渐渐发展,业务量成倍增长,老板坐镇中枢,各生差销售人士财务的职能部门手机信息汇总,传达的中枢,由老板或老板带领的中枢团队,做出分析对比判断, 再由中枢发出明确指令,各部门分头执行,三,公司继续发展,负责搜集汇总信息,上传下达的部门层级越来越多,原有模式开始,力不从心,于是生产的归生产,销,售的归销售,人士财务会受作中央服务,各职能部门相对独立,老板所代表的中枢团队,直接收大的数据信息汇总, 然后对各部门发展侧重,做指令性调整,四,公司开始多元化发展,这时候,如果还是继续一个指挥中枢模式,上传下达的部门层级之反多,将让公司运转效率变得令人发指,于是成立集团公司,各生产销售部门,分门别类,成立各自的指挥中枢,老板呢,基本不再负责具体事务, 他和他的核心团队,接受和指挥中枢传辉的信息挥总,综合市场内外形式,做出前瞻性指导意见 五,公司在一条或多条产界链上游和下游不断扩张,部门职能不断分支起化,指挥中枢层级不断下调,公司扩张得欲望无穷,而市场规模总是有限的 最终,要么因为市场需求变化,要么因为核心团队观念分歧,因为一些不可控因素,公司选择弃足保车,或是走向分裂,自说自话这许多,没什么硬伤吧? 如果有,请不吝赐教,再次多谢,个人能力在如今的市场状态下,太微不足的了,所以说公司是目前市场经济的主体,这没什么问题吧? 但是,我赶紧摆读了下词条,一,市场经济是指通过市场配置资源的经济形式,二,计划经济是指国家在生产,资源分配,及消费各方面,都由政府或台团做指令性计划,又称指令性经济,有意思了,我们来看公司运作模式,模式一,不考虑,模式二,三,都是指令性计划状态, 为什么会这样?作为市场经济的主体,公司的运作为什么会采用计划经济的模式?我们尝试来做合理的解释,模式二,三阶段,公司内部的资源有限,有指挥中枢接收信息,然后统一调态,牺牲部分效率,以使资源配置,利用最大化,这很合理,对不对? 从模式三到模式四,多元化发展仿佛是一个魔咒,多少企业公司奋不顾身的走向这条路,最终能安全堂过雷区,全身而过得寥寥无几,发生了什么呢? 模式三是指令,模式四是指导,指令需要的是官僚型人才,指导需要的是技术型人才,这相当于一次大地震,看上去变得只是发展模式,只是指挥中枢功能的微调, 实际上整个组织体系都要动,是一场发现腹地的变化,变化的结果直接影响的是利益阶层,谁获利,谁出局,变化,意味着相当数量的原有终极架部,其部分代表他们利益的高层要出局,他们能甘心吗? 要么与死,要么麻破,大多的结果恐怕是与死光了,亡也没了,即便侥幸过关,也是元气大伤,连也一息,模式五,有没有能够无限扩张的公司? 没有,有没有能够一直活着的公司? 没有,公司越大,对市场信息反应也就越慢,这也正是那些小公司的生存之道,积少成多,聚杀成塔, 当中于有一家小公司,凭着对市场的及时反应快速扩张时,改潮缓大的时刻就到了,能够活得更久些的公司,往往是那些业务范围不大,数业有专攻的不大不小的公司或企业,也就是更久些而已,说到底,公司的命运取决于那些更大的,掌握更多资源的集团,国家之首,盖莫例外。